被自己狗狗牙齿刮伤出血 被自己狗狗的牙齿刮伤出血后 要及时清理伤口 将血解干净 并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 冲洗15分钟左右 再涂抹上酒精或者点芙来消毒 然后尽快去医院注射狂犬疫苗 避免出现感染狂犬病的情况 狂犬病一般是通过咬伤传播的 即使自己家的狗狗打过狂犬疫苗了 但是口腔中也可能会有狂犬病病毒 所以被咬伤后也是可能被感染的 但是如果自己的狗狗没有注射过狂犬疫苗 而且三个月之内没有发病的情况 一般是不会携带狂犬病病毒的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打疫苗比较安全